5月1号台铁全面停止发生类火车事件后 机动室议员在议会咨询时表示 因为罢工或是疫情的关系 火车减班影响通勤或是类火车事件 万一再发生时该怎么办呢 机动室政府交通处长苏先知大巡使表示 会请台铁提早宣导 今天台铁在早上10点的时候发布一则新闻 就5月16号开始 因为疫情的一个关系 必须要停止96班的一个区间的一个车辆 我们交通处这边 因为其实有非常多 它是从基隆发车的 要不然就是到基隆的 我们交通处这边 我们市政府这边 也没有做好一些预先的一个准备 如果5月16号的时候 这一些的班次如果停止 对基隆的通勤族群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我不希望说等到那个时间点 我们才来做下一个应付 5月16号有减班的停止的讯息 目前大概了解它主要也是受到疫情的一些影响 在整个我们基隆市区的话 大概以我们基隆车站 大概尖峰的部分大概会有影响 大概三个班次 那这个我们会 请台铁这边是不是能够提早 而且加强做一个宣导 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机会 那我在这边我想请问我们交通处 有没有掌握说 5月1号的类火车 我们基隆有多少类乘客去搭乘 所以等一下我也请我们这个交通处 能够来说明 现在我们基隆相信说 这类火车 叫做废火车 你知道这一次这个 我们现在我们基隆相信 现在正在担心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端午节快到了 听说端午节有可能又 可能会停止 那我希望说你们要做万全的准备 那么刚刚民众跟我提到 我大概简单的讲一下 我这个这一位乡亲他住在七独 他是在台北上班 也是在一家算是一个白领阶级的 他说他每天从七独到台北上 每天都是这样往返 他就是说他就是说他的票价 他他每天就是一般的这种优惠 台铁没有优惠的价钱 从如果没有优惠的价钱 从七独到台北大概66元 定期票37元 但是你们现在这个所谓什么类火车 如果火车停止的话 我们必须要七独 必须要从七独坐客运 到基隆火车站 转这个国光客运到台北 这个票价来回就144元了 不但延宕了我们的所谓的 就是我们的通勤组的上班时间 不但延长很多 延长很多 我们的票价也提高很多 台铁停止的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注意 那希望他假设有这一类公共运输 这个停止的话 可能需要还是要提前做一些宣导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